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九百五十集 这这是什么怪物啊 这一刹那 一道道目光投在自己身上 其中两道目光让许亲爱 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 寺庙的深处 那道原子三品金刚的目光带着审视 而那道来自伊尔布的目光 则透着深寒 在场江湖人士们默默地拉开了距离 免得这个神秘高手 被三品灵毁师或护法金刚惩戒时 自己因为靠得太近而殃及驰鱼 他们不满无神教的灵毁师诋毁许银罗 但也只敢小声逼逼 弱弱抗议 像轻衣男子这般跳出来嘲讽的行为 与自杀没有任何区别 双刀门的柳云 艰难地站起身 抹去嘴角的血迹 他很欣喜有人能站出来 但又忍不住为这位相貌平平的轻袍男子担忧 此人手段诡决修为强横 改于直面三品高手 换成平时他定邀请对方喝酒 现在只想对方赶紧撤离 心细的柳云发现 轻衣男子身边的同伴 丝毫不见慌张和惊恐 脸色平静 其中一名模样平庸的男子 双眼发亮 甚至有些期待接下来的冲突 袁一等四品高手 深深地看着轻衣男子 同时关注两位三品的举动 想通过这个轻衣男子的遭遇 来判断两位三品的真实态度 如果轻衣男子遭遇不测 那他们就果断放弃塔内的宝贝 离开三花寺 阿弥陀佛 反而是静心和尚率先开口说话 低声说道 应顺师兄身上的毒还没解开 不等毒难金刚说话 一耳不淡淡说道 静心和尚放心 巫师的血灵术一样能为他取毒 静心和尚双手和十不再说话 话说到这份上 似乎已经宣判了那轻衣人的死刑 前辈 有把握杀了他吗 李灵素略显兴奋的传音 他对徐谦的身份非常的感兴趣 至今为止都没弄明白对方的根脚 虽说这个糟老头子精通古术 但李灵素并不认为古术是对方的主修体系 我只是个水货 许清安心里默默吐槽 当着众人的面取出法罗 凑到嘴边 嘀嘀咕咕了一阵 他在干什么 见到这一幕 李灵素周围的雷州人士 以及远处的佛门僧人 眼里偷着茫然 但很快他们明白了 快看 那是什么 一名武僧指着天空惊叫出声 包括许清安在内 李灵素双刀门 雷州商会 都指挥使援艺 镇抚将军李绍云等人 纷纷扭头 砍向深厚的高空 一座漆黑的 有悬铁打造的钢铁炮台 悬于空中 长十二丈 高三丈 十五架重炮一字排开 粗壮的金属管探出炮台 一架架床弩摆在炮台边缘 钢铁炮台表面 亮起密集繁复的阵纹 铭刻着三十座大阵 包括但不限于防御阵法 传送阵法 浮空阵法 巨灵阵法 炮台中央站着一个五官平庸的男人 左手拎着一符字 让所有人进入浮屠宝塔 右手拎着一符字 否则把三花寺移为平地 是是树士 这这是什么怪物 有人喃喃说道 身为江湖人士阅历丰富 但眼界有限 加上树士稀少 往日里几乎在江湖绝迹 因此雷州的英雄豪杰们几乎看不到树士的骚操作 这座浮空的钢铁炮台 在他们眼里 简直是不可思议 画风于当前时代格格不入 东方宛容瞠目结舌 他本身就掌控一件叫御风舟的法器 那件法器只有御风阵法和防御阵法 作为大型飞行法器使用 就这样 御风舟就足以列为巫神教十二法器之一 而眼前出现的遮剑浮空炮台 御风舟雨 他显然不在一个档次 某些方面来说 树士这个体系尾时是变态了些 不过 依照东方宛容的判断 类似的法器炼制代价极大 无法量产 要不然大风早就一同九州 孙玄机 寺庙深处传来护法金刚雷鸣般的声音 孙玄机淡淡说道 嗯 说话的同时 他又扬了扬手里的字表示自己不是开玩笑 以炮台上的火力几轮下来 三花寺将移为平地 护法金刚自是不怕这些火力输出 但寺中的和尚以及这座数百年的骨刹绝对难以保存 原意眉头一跳惊喜道 阁下是金正二弟子 三品术是孙玄机 以雷州都指挥使的高贵身份 自然是知道孙玄机这号人物的 都指挥使是一周之地十权最大的人物 整个大风这样的人物只有十三位真正的封将大力 嗯 孙玄机汉手 底下众人哗然 他们根据那身标志性的白衣隐约猜出来人的术士身份 却没想到竟是坚政二弟子 一名三品术士 若是一位惜字如今的术士 处处都透着高人风范 而这样的人物以死那位轻衣高手召唤而来的 一时间 众人看向许清安的目光里 多了几分猜测和好奇 此人又是什么身份 他刚才吹了一下海螺 紧接着这位白衣术士便出现了 柳云抿着嘴唇 眼睛在轻衣男子身上不停的打转 李灵素瞪大眼睛 说不清是失望还是震惊 亦或者两者皆有 他能如此轻易的召来孙玄机 证明当日与坚政对弈的说辞是真的 没有骗人 之所以召唤孙玄机 是觉得金刚和灵慧师不值得他出手吗 天宗圣子暗自猜测 可 沉默片刻寺庙深处的金刚说道 坚撞许清安如是重负 孙玄机的斜跑威逼是早就商议好的对策 他负责在外接营 但如果只有许清安自己进浮屠宝塔 这就引人注目了 进塔之后 容易被巫神教和佛门的高手针怼 这才有了散播消息 引来江湖豪杰的计策 他隐藏在一群匹夫之中 低调处事 即使因为刚才的操作被针怼 但江湖人士可以充当帮手 不至于故障难鸣 见佛门金刚妥协 雷舟豪杰们面露喜色 腰杆瞬间挺直 萎靡腿肺的气氛一扫而空 解药 静心和尚看向许清安 许清安轻笑 把他丢过来 静心和尚手掌在中年武僧背部一拖 将他轻飘飘的送到许清安面前 后者伸出手指 点在中年武僧的鼻端 一缕缕青黑色的雾气涌出 被手指掘取了回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